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翔 假讯息就像传染病一样 必须由你我一起谨慎面对 才不会在社会中传播扩散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 及时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资讯 一 浏览疾管署全球资讯网 二 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 三 关注疾管署脸书专页 四 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 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 请依上述四个管道查证确认 千万不要随意转传 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 最高可罚300万元 疫情期间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 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假讯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林立如 市府一定要做好配套措施 车辆进进出出 这里是金融势力田径厂 使用年限超过40多年 终于要封闭改建 墙上贴有告示 所有的车辆要在17号前 全部移走进空 让长期停放车辆的当地居民 相当错愕 你怎么停在哪里 不知道 结果结果 会怀疑吗 当时都会怀疑 将近一年的时间 是不是朝 鸡翠山庄 那边现在空地很多 是不是 把这边的车辆 做一个改良 不仅车辆没地方停 一旁东京国小 学童上下课安全 都是居民家长和学校 关心的焦点 有关我们后续的一个 通学步道的问题 我们从上面有一个 桃花园社区 我们后面有个大楼梯 我们会顺着大楼梯往下 就顺着我们这边 有一个栏杆 护栏 这样一路围下来 围一个大概两米宽的 一个所谓的通行步道 然后一直接到我们 这一个拱门的这边 有关于这个 整个的改建工程的话 能不能够呢 先做一个延后 那等到呢 讨论出呢 我们整体的停车的 配套桌子 还有呢 我们学童安全的部分呢 那再来做一个施工 是不是呢 比较呢 来让大家呢 感觉到呢 比较 这个全面 尤其呢 在这边呢 有一两百台的车位 那它呢 假如说放在路上的话 是很大的一个 交通的冲击 那我们市政府 竟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道场会刊的税捐处 交通处等单位 提出了周边 规划停车的可行性 强调细部内容 都还要在研究讨论 但配合学校 放寒假时间 体育场决定通融 场内清空时间 延到1月21号 配合学校 学校是20号 开始放寒假 那学校放寒假 当然学童上下学 还有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行车通行的 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 配合学校 第一个 配合学校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全面封场的 这一个期程 我们延到21号 才做一个全面的封闭 体育场 预计要施工两年 才会完成 市议员韩世玉 协调周边的学校 开放操场 作为礼民 休闲运动使用 新桃花园社区 四季村社区 还有卫生八方社区 这附近 还有我们信律旅社区 这边的很多的民众 都很喜欢运动 那我们担心 这个期间呢 他们没有办法运动 那是不是可以 请我们东信国小 或者是配合东光国小 他们的校场 可以来提供给民众运动 新的田径场 将增设风雨球场 及市内的田径跑道 并打造三千席看台 及两百个汽车停车阁 预计今年一月底开工 明年底完工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导 好的 有关基隆市立田径场 即将要封闭改建 在施工期间 对于周边 东信国小学童的安全 还有居民少了运动场所 基隆市议员 陈怡以及张颖翰 邀及了市府 相关单位进行会开 要求开工前 一定要做好应有的配套 市立田径场 即将封闭整件 尽管列阳高照 但民众运动健身 似乎成了一种习惯 一旦封闭之后 民众运动 该何去何从 这些民众要去哪里运动 就是长期在这边 运动运动 这段期间两年 会去哪里运动 我们有贴了 我们有协调了一些 教育处这边 有协调了一些学校 去开放 包括 这个好像类似像 八斗国脚这些 我们要去查一下 还有中正公司 自由女中这些 我们也有张贴公告 说上面 有哪些个 学校可以开放 那能不能开放的 那个时间 担心补助款被中央收回 市立田径场封闭 是在必行 但原本学童接送区 该怎么规划 市议员陈宜提出了建议 他们上下课 那个小朋友啊 可能是接送不方便 家长开的汽车 或者是机车 他们怎么样 让那个小朋友 安全的 让他们到校 再来就是运动的民众 他们之后要到哪里运动 那接下来还有 附近的民众 他们那个停车问题 在这两年施工中 他们会 要移去哪里 体育场是不是可以在 上下课的时候 能做 就是家长接送 方便的时间 就可能是一个小时 或一个半小时 在这两年施工的期间 厂商的部分 我们会特别要求 除了我们一般的那种 假种围泥驾车之外 我们也会请厂商 在围泥上面 再加高一些围泥 设一些围网 避免因为一些 在拆除或是工程上 有一些石头飞溅 或是一些物品 飞裂出来 造成一些民众受伤的问题 这样子 而市立田径厂 施工期间长达两年 市议员张浩瀚 担心工地 会有大量的土方 银件废弃物 需要运出 将严重影响到 血团安全 尽量不要在所谓的 通学的时间 把这些车辆在这边 来做离场或进场的动作 要不然说实在的 非常多小朋友来到学校 如果我们大卡车辆 还在这样进进出出 把它更容易造成学生 在通学上面的一个安危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第一个我先必须要提的 我们跟厂商也已经 协调沟通过了 他们大型工程车 在进出的时间 绝对是避开 所谓的上下学的阶段 针对21号 市立田径厂封闭之后 停车 血团安全 和施工安全等问题 设计府在下周将邀及 相关单位召开协调会 希望降低施工期间 对学校及周边居民 带来的不便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长 杨重和专程到 基隆市议会拜会副议长 林佩霞 也致政代表台电公司 意向的恒弹灯泡 桌灯文创品给副议长林佩霞 让支持文创的林佩霞相当的惊喜 更是肯定台电的创意 轻轻触碰一下两条金属线 不但不会触电 还可以分段调整灯泡的亮度 相当实用也相当有趣 这是代表台电公司意向的 恒弹灯泡桌灯文创品 底座方块木头象征传统电线杆上 支撑的恒弹灯泡则是象征发电 还加上有电物进的警语 更让人玩耳一笑 用我们在电桿上的恒弹 也就是在固定导线的装置 那我们拿下来以后 把它废物再利用 那做成一个文创的商品 那结合电灯跟电线的使用 一方面也来宣导 我们民众如果有看到 垂落或掉落的电线 那这是危险的 那除了可以赶快联络台电公司 去做抢修复旧以外 那在这个之前也不要为了 说要把这个电线 怕它妨碍把它移动到路边去 我们希望说把这个 有电物进这样的一个概念 结合我们文创的商品 来呼吁来提醒我们的民众 不要去随意的去碰触台电的电线 台电机动区营业处新任处长杨重合 专程到机动市议会拜会副议长林佩翔时 特地制证这项文创纪念品 让一项支持文创的林佩翔很惊喜 也很肯定台电的创意 也让他更联想到推动电感地下化的重要性 我还蛮喜欢的 说真的我觉得像这样的文化创意的产品 其实在我们的周边都是一个很好的利用 也是给人家一个很好的概念 像刚刚杨处长讲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资源在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那透过这样的范例 我们不只说可以了解说我们身边需要在进步之外 我们可以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电线地下化 那这个就是电线地下化最直接的产物 我们的资源要好好的利用 不是单单纯准备回收而已 而是可以再用更好的方法再呈现出来 所以关于台电这方面未来的电线地下化还也好 还是说在文创上面再多角化的经营也好 我个人会尽全力的帮忙 也会尽全力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林佑昌上任后 基隆市容逐渐的改变得到市民好评 不过基隆市有多个地下道被形容是宛如第三世界 不仅环境不好 甚至因为寒流来出现了不少街友 让妇佑朋友不敢走地下道 连长期在地下道表演的街头艺人 都至少民众不晓得该打赏给他还是给街友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直击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美妙的歌声回荡在地下道让人想驻驻聆听 已经在基隆市地下道表演超过两年的街头艺人洪凯迪 对基隆地下道环境感受最深 除了灯光海水及有时会出现的蟑螂老鼠外 街友最让他与往来行人感到困扰 他更自嘲民众不知道该打赏给他还是施舍给街友 然后他们会突然乱冲乱跑乱骂 然后会把这边的行人全部吓坏 然后小朋友也不太敢走这一条街 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小朋友都会被怪叔叔追 对 对我觉得然后其实灯光的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亮的感觉 对所以说其实有些行人会选择 因为像上面现在有那个斑马线 所以他会 对宁愿走比较危险的斑马线 不愿意走比较安全的 相对安全的地下道 我自己这样表演下来 看了很多人都来这边表演之后 就是越表演越没有兴致 因为环境脏乱以外 旁边的街友其实很影响 因为大家其实不知道给街友还是要给街头艺人 对于基隆市地下道环境好坏 市民反应也是两极 不过对街友问题却直言 对基隆观光会有负面影响 好像比以前好一点 所以你这边会害怕吗 不会 可以在整理一下 像水沟的地方 对啊 而且这边蛮多街友的 对啊 走路会有点害怕 害怕是还有 可是有时候会突然变很多 对啊 而且有时候观光客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是 对基隆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印象 负面影响 长期关注地下道问题的基隆市议员 同志伟表示 跟市区景观相比 这里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由于今年10月2021 基隆城市博览会就将登场 同志伟呼吁基隆市政府 应该紧速改善地下道问题 那街友的问题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 我们会在另外的做安置 跟想办法来一致 那我们可以让市民朋友直接的感受 是我们走路不要滑 地下道不要漏水 所以我们会希望市政府可以在城市博览会之前 来改善 不要让外县市的朋友觉得我们 我们的海洋广场 国门广场 甚至游轮广场非常漂亮 但是地下道却是第三世界 据了解 日前金融市长林又昌亲自带领 多位市府一级主管到现场视察 并要求立即进行改善 照明及地面环境等 不过要彻底解决并不容易 加上民众行走地下道的比率逐年降低 地方也出现地下道存废的讨论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导 我觉得就很感谢主办单位举办这个比赛 然后因为之前也不常来基隆 然后所以这一次趁着这一次的比赛 然后来基隆拍摄 我们来了两三次吧 对然后就觉得基隆是一个蛮有文化 蛮有特色 然后很有一个意涵的地方 然后所以就是我能在这边拍到这个影片 我觉得自己也觉得很满意这个作品 然后也很高兴评审们喜欢这一次的作品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得奖 OK谢谢 你心目中的蛮有文化 是什么颜色 是某某细雨的灰色 是烟雾漫天的棕色 基隆的颜色 从来不单一 多得超乎想象 基隆的颜色 是海洋色 是胸怀万里的宽阔 基隆的颜色 是人文色 是文化淬炼的表征 基隆的颜色 是历史色 是时代刻画的印记 基隆的颜色 是艺术色 是月动灵魂的欣喜 温厚温暖的结缘 是刻在心里的 热情的颜色 单纯的潜心 领盛的衣归 是信仰的颜色 但最能代表基隆人的颜色 是航向未知 勇敢开拓 希望的颜色 在基隆 你将看见 世界的颜色 是哪一个国家 好的这阵子寒流来袭 真的是冷瘦瘦 温度不断创下入冬以来的新低 有企业家受到连续七年发送爱心便当的 乾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的赶招 加码赠送发热衣给领取便当的弱势民众 希望能够让他们填饱肚子 也能够暖和身子对抗寒冬 民众开心的领取发热衣直说谢谢 受到连续七年在美洲市发放爱心便当 给弱势民众的乾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赶招 经营异化石油气的企业家张耿荣决定共享胜举 加码赠送发热衣给弱势民众协助抵抗寒流 因为最近寒流实在太冷了 而且最近景气今年尤其今年景气非常差 那我们因为江理事长江董因为非常慈悲 我知道他每个礼拜四都会花放便当 给我们这些贫困的老人家 那所以我响应我们江理事长的慈悲 用平等心 同理心 然后来花放这些保暖衣 让这些老人家得到基本的温饱 小庄珠宝每个礼拜四的爱心便当持续不断 因为这一两个礼拜的天气异常的寒冷 那我们的好朋友张董事长特别从台北过来 带了很多的发热衣要发给这些弱势团体 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 民间还是有很多的弱势团体 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们很多温暖 除了发送爱心便当 过年前戏 乾隆珠宝方面也会加码送红包 江永志也呼吁更多善亲人士加入 让弱势民众好过年 每次的礼拜四的早上 我们看到不到八点就非常多的排队 那么可见这个社会低收入是非常的多 我在这里呼吁社会大众 大家共同来关怀这一批低收入的人家 让他们能够社会让他更温暖 那么同时我们在过年之前之后 还会发红包给这些人 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响应 谢谢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上个星期中央气象局发布 低温寒流特报开始 从1月7号到1月9号三天的时间内 基隆市就发生四起疑似心血管疾病 导致死亡的案例发生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别是提醒民众 天气寒冷温度变化剧烈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疾病 以及中风的发生率 如果身体有任何不适的情况 请赶快就意检查 中央气象局发布新一波低温寒流特报后 根据基隆市消防局的统计 从1月7号晚上7点到1月8号中午12点 17个小时之间 基隆市就有一位疑似 因为心血管疾病猝死的案例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医生提醒 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般天气冷的话 当然我们的 就统计上而言 每下降一度 我们在两个礼拜内 会增加2%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那一般来说我们只会狭心症 或心肌梗塞的发生会出现典型的 就是胸闷胸痛的现象 这种痛比较像是东西压住那种闷痛的感觉 会伴随着 比如说肩膀或下巴的一个转移痛 会有恶心或吐 会有呼吸不顺的现象 当你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就应该起初的送医 尤其年纪大的老人家 他可能的一些症状疼痛 比较不敏感或不典型 这种情况下只要他出现喘 出现闷 就应该紧速的送医 来避免一些遗憾的状况 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 请减少外出 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保暖的措施 同时要按时服用药物 当然是尽量避免外出 要做充分的保暖的状况 那如果有慢性病的药物的话 要记得要去服用它 那当然刚出现一些中风 或是一些胸闷不适的症状 就是要送医这样子 医生强调如果民众发现 身体有任何不适的情况 一定要赶快到医院就诊检查 记者吴俊松 推动基隆的观光 不再是单打独斗 基隆市政府和交通部观光局 北关处 共同发起成立大基隆观光圈 希望和观光产业 洗手合作 有产观学筹主区域国家队 透过两大目标 以及三大策略 一起来推动打造热门又精致的 大基隆观光圈 大基隆观光圈成功 基隆市长林又昌与观光局副局长林信任等人 共同宣布大基隆观光圈正式成立 希望邻居产光学共识 整合基隆观光资源 并与策略联盟的方式 串联基隆相关观光产业 提升基隆观光能量 并带动精致旅游发展 它其实是做一个横向的整合 然后把食素油构型整合在一起 那以这个为基础呢 把以前业者在单打独斗的情况 把它改成是大家打一个团体的 等于是区域的国家队的形式 然后这个区域的这个队呢 在国内呢吸引国内的这个旅游 然后将来等疫情比较趋缓之后 就要对外一起来打国际仗 大基隆的这个观光圈 其实不只是一个大基隆的一个概念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扩大为是 这个我常常讲北北基陶首都圈的 这个观光环境的一部分 那不过呢 以基隆为中心 过去本来就是一个生活圈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包括东北角 跟北海岸 周边的一个郎带的观光的这些资源 还有包括相关的一个业者 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我们觉得这个对未来基隆市的 观光旅游跟休憩 那往上再一步的一个提升 成为一个更加高质化 更高品质的一个观光的一个环境 我想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样的做法也获得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的认同 曾经担任过基隆光协会理事长的蔡思英 直呼这是钻石级的组合 副议长林佩祥也肯定说 这一项超前部署将有助于在疫情过后 争取国际观光市场 从交通部观光局 以及北关风景区管理处 还有基隆市政府的观光城市行销处 那还有我们基隆的相关的观光团体 整个整合起来之后 我相信未来基隆的观光行销 就不是打个人战 而是打群体战 有一句话叫逢低布局 也就是我们林佑商林市长 现在正在做的 当全世界正在想说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准备好 去赚全世界的钱 至于具体的执行方式 主要有三大策略 包括大型活动 共同行销基隆观光品牌 推动目的地旅游 带动基隆观光商机 以及整合交通运聚游程 发展精致旅游 我们在未来的部分 包括交通 我们台湾好行 关巴等等的 这些的叶子都拉进来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希望 场关系大家一起来 第一个呢 就是能够成立一个 比较流通的一个交通 这个资讯的平台 那这个沟通平台 未来很多的讯息 会在这里呢 做一些交换 那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现在是国旅的市场 那未来呢 在开放国际旅游之后呢 我们藉由这样的准备 也可以有一些对接的机制 大型活动共同行销部分 由于金融市政府 今年10月2号到10月11号 将举办城市博览会 金融市政府方面 将结合大金融观光圈 场观学界的参与及合作 以策略联盟方式 推动邮轮观光 深度旅游等精致游程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按赞 以及中佳新闻YouTube订阅 就能够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呢 我们也和FM轻松电台 96.9联合制播 欢迎你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立如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